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讲一下玛雅快捷键的设置 我们打开窗口菜单 设置首选项 热键编辑器 那么这里我们先不瞒着设置快捷键 我们先来看一下右边的这个键盘图 那么这个蓝色按钮表示的是已经指定的快捷键 灰色的按钮就表示没有指定的快捷键 当然在这里面像控制类型的按键 Shift, Control, Alt之类的 是不能单独设置快捷键的 那么我们排除了这些控制键 我们会发现单个未指定的按键已经不多了 不过没关系 因为我们还可以使用组合键来作为热键 那么我们比较常见的组合键 就是以Shift, Control, Alt为基础来进行指定的 那么我们怎么才能确定哪些组合键未被使用呢 其实这个很简单 因为我们就要按下Shift, Control, Alt 或者是同时按下它们当中的几个按键 那么我们会发现 其实上我们可以使用的快捷键还是非常多的 完全不用担心快捷键不够用的问题 那么在默认情况下 鼠标移动到蓝色按键上 就可以看到关联的快捷键 以及对应的命令 那么这里我们可以通过搜索热键的方式 来查看更加详细的关联情况 我们可以在左下角将搜索类型设置为热键 然后我们单击这个搜索框 就可以按下我们需要查找的快捷键 例如我们最熟悉的四键现框显示 那么我们除了可以看到它所对应的现框显示命令 我们还可以看到它在不同编辑器中对应的命令 那么这里假设我们要修改这个快捷键 我们就单击它进入修改模式 然后我们按住Ctrl键 在右侧看一下哪些组合键可以使用 那么这里我们就把它修改为Ctrl2 修改完成之后我们再在搜索框中按下Ctrl2 我们再来确认一下快捷键是否修改正确 确认无误之后我们点击保存 我们回到场景中 我们只要按下Ctrl2就可以切换到显框显示 我们回到热键编辑器中 那么这里我们还是将它改为四键 我们点击保存 那么刚才我们讲的是如何修改已经存在的快捷键 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如何给命令添加快捷键 那么这里我们就以修改菜单下的这个居中书轴 还有着色菜单下的这个半透明显示来做演示 那么这个居中书轴的命令是SynthPivot 我们将搜索模式切换为应用程序命令名称模式 然后我们手动输入SynthPivot 这样这里就会显示居中书轴命令 我们选择命令 这里我们把快捷键设置为Ctrl键 然后点击保存 那么这里我们查找命令的时候 使用的是这个应用程序命令名称查找 同时呢我们也可以使用这个运行时命令查找 那么他们最大的查找区别在于 单词之间一个有空格 一个不能包含空格 那么这个运行时命令为什么不能有空格呢 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运行时的命令 是由多个命令或者脚本组成的 所以这个运行时的命令就是一个整体 那么既然是整体 字符之间就不能使用空格 所以这里我们在使用这个运行时命令搜索的时候 一定要记得把中间的空格去掉 这样呢就可以正常的查找命令了 接着呢我们再来添加一个半透明显示的命令 那么这个半透明显示对应的名称是X-Ray 所以这里我们直接输入X-Ray 就可以找到对应的命令 我们选择命令 这里我们把快捷键设置为Ctrl-L 然后点击保存 现在我们回到场景中 我们来检验一下刚才的这两个命令的快捷键 我们按住D键先把这个输轴点修改到其他的位置 现在我们只要Ctrl-J就可以将这个输轴点重新聚中 想要开启半透明显示 我们只要Ctrl-L就OK了 非常的方便 那么接下来我再教给大家一个开启线宽着色的方法 那么这个线宽着色在玛雅中是没办法直接查找命令来添加快捷键的 所以这里我们可以通过添加运行时的脚本命令来实现 怎么做呢 我们回到热键编辑器中 我们在右侧打开运行时命令编辑器 这里我们点击新键 我们输入一个Wireframe Unshaded 当然这个名称我们可以随便写 但是不能包含空格键 而至于这个描述我们可写可不写 脚本语言我们就使用默认的mail 那么这个脚本内容是固定的 我们直接复制粘贴过来 那么这里呢 我要郑重提醒大家 这个内容最好就从记事本中复制过来 因为其他地方复制过来的内容会包含一些特殊的格式 最终有可能会导致我们的脚本没办法正常运行 好了 现在我们点击保存命令 现在我们就要在这个运行时命令中 搜索刚才的Wireframe Unshaded 就可以找到对应的脚本命令 我们选择命令 这里我们把快捷键设置为CtrlK 然后点击保存 我们回到场景中 现在我们只要使用快捷键CtrlK 就可以快速开启或者关闭 显框镯色显示 非常的方便 那么脚本内容会放到视频下方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那么关于这个快捷键设置 基本上也就是这些内容 如果我们在设置的过程中 不小心弄得乱七八糟 我们可以在这个热键设置中选择玛雅默认者 这样的话 我们的快捷键就会重置为默认时候的状态 非常简单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